很高興在主日的清晨我們再次聚集 在這新的一年我們要一起來更多領受 從神那裡來的各樣的學習 讓我們在這當中預備我們的心 求神與我們同在 也把我們身邊會發出聲音的這些 手機電子器材先關掉 讓我們專心在神面前一同來侍奉 一同來敬拜 我們把這段時間來歸給我們的神 我們把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做好預備 我們都在這當中一起來 為我們今天早上的聚會一起來禱告 我們一起開口同聲莫道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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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也让我们在这当中 同享在主祢的荣耀的国度当中 一同来敬拜 谢谢祢祷告奉靠耶稣去的圣明 Amen 各位教授们平安 一兄我有一篇的经文 来作为今天早上的一个 宣告 它是在诗篇第十九篇 第七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持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地的蜜甘甜 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 那我们把下面的敬拜 我们交给路加牧区的同工 是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 享受在那比蜜更甜 比金金更宝贵的一个信息当中 我们也看见神的名在这当中被高举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样的诗歌 耶稣的名是被高举的名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让我们在这当中用圣在圣在的歌声 来歌颂祂 耶稣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佛父上司者 耶稣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至高地的圣者 耶稣 耶稣 千人一群 让伴有气息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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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心在 永在 已全能做 永不改变 让伴有气息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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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祢是 赔得一切荣耀 尊贵 何首 让伴有气息都说 让伴有气息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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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心在 永在 已全能做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让伴有气息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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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 赔得一切荣耀 尊贵 何首 让伴有气息都说 我们来看见祂的荣耀要充满在这当中 看见祂的国度要彰显在这当中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拍手来唱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荣耀充满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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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声 我们高声呼喊 吻我指望耶稣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我们向神高声呼喊 耶稣基督 万万之王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荣耀充满全地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荣耀充满全地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荣耀充满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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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内里 祂展开双翼 我们高声呼喊 光光指望耶稣 我们相声高声呼喊 耶稣基督 光光指望 以满泪力的身 在祢的隐蔽之下 正在保护着祢 在祢的环绕你 以满泪力它展开双一荣耀 在祢硬蔽之下 还有一点 在祢的隐蔽之下 正在保护着祢 在你的环绕里 一般的意义 他展开双翼 荣耀充满海岛全地 充满海岛全地 耶和华一起为我们心跳大使 他为我领海感染他 也会使我方照 耶和华一起为我们心跳大使 他在感叹之处是谁留成恶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耶和华一起为我们心跳大使 他命令狂风之行 拿破浪酒瓶器 耶和华一起为我们心跳大使 他展开双翼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欢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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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欢呼呼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依靠神就能实战大能 要恍惚 诉说祂的座位 我们依靠神就能是谈论 我们要恍惚 诉说祂的座位 我们依靠神就能是谈论 我们要恍惚 诉说祂的座位 我们依靠神就能是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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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将掌声来归给我们的神 是的当我们依靠祂的时候 祂就施展大灵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依靠祢 我们来亲近祢 因为祢已经为我们行的那大事 主让我们在这新的国度当中 新的一年当中 主让我们单单来看见主祢掌权在这当中 我们单单来看见 主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因着主祢带领我们 因着主祢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在这国度当中 成为那和神祢心意的儿女 并且能够无论在任何地方 我们都成为那见证人的角色 主啊 能够来为主祢发光 主啊 能够来成为各样的见证 主啊 因为祢练进我们 主啊 祢吸引我们 主啊 使我们在主祢面前更多的向祢 更多来爱祢 更多完全摆上自己在主祢面前 求主祢成为我们的帮助 使我们也在主祢面前 成为主祢所喜悦的 主啊 我们要说 主啊 我们愿旨单单为祢活 谢谢祢 求主祢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用这样的诗歌 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求神来练进我们 来更新我们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 成为祂所喜悦 成为为主而活的人 我们先请姊妹来唱 我们先请姊妹来唱 练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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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更想你 吸引我 使我更爱你 所有梦想 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 我要完全顺服 副歌一起来 天上生命完全为你拥 放下自己愿意的荣耀 尽心跟随我出你呼召 不胜我只愿为你 若是你愿意可以举起手 一起来唱 练进我 练进我 使我更想你 像我们的主来呼求 吸引我 使我更爱你 所有梦想 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 我要完全顺服 先上生命 先上生命 完全为你拥 还下自己愿意的荣耀 全心跟随我出你呼召 父神我只愿为祢用 圣上生命完全为祢用 保佳自己愿为祢的荣耀 请跟随我出祢呼召 全心跟随我出祢呼召 父神我只愿为祢活 父神我只愿为祢活 我们一起地图来祷告 那习在 今在 永在的父 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我们真实在这个地方 要来敬拜祢 要来感谢祢 因为祢赐下了恩典 跟大能在我们的当中 祢更赐下祢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 使我们这些原本要进入黑暗的 这些的罪人得蒙救赎 我们在此真的是要感谢祢赞美你 然而看到你即将要复兴这个国家 要复兴这整个这个世界 你要把这个魔鬼撒旦 从这个世界要驱赶出去 祢赐但是复兴这个国家之前 你要先复兴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 我们都要蒙你的复兴跟教导 然而这世人都犯了罪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何能够知道 如何行才能够得你的喜悦呢 祢赐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留下你的话在我们当中 你的话就是我们矫情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要依循你的话 我们来做我们生活的帮助 不但是我们在我们职场上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敬拜里面 在我们献祭的当中 在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都遵照你的话语而行 不管是我们贫穷 不管是我们富足 不管是我们在患难 或者是我们实在危险 我们只要拼着的话 我们就可以全然地度过 因为这就是喜乐的泉源 感谢主 愿你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 先从我们台南圣教会开始 所以说你要复兴我们台南圣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 我们都能够遵循你的话语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要立志要遵循你的话语 要顺服教会的教导 感谢主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路加同工 感谢主赞美你 感谢主赞美你 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路加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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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上的时间交给路加同工 尽快赞美你 非常谢谢路加男生献师 下面要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翻开生命记四章 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有圣经的我们一同同声来读 第四章第五到第十节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 将律例连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向耶和华我们神的上帝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承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谨慎 殷勤 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眼前所见的事 又免得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和列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招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各位今天你们是早上来这里敬拜是有福的 因为今天你们会得一个大的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使你们变成更聪明 更有智慧 那么这也是今天的讲题 那么我们把下面时间 我们请恩荣传道来传讲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阵寒冷 这种天气要出来做第一堂 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然后讲道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格外的早起 可是当我打开窗户 虽然没有阳光 但是当我打开窗户的时候 我可以再一次感觉到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要再一次临到每一位的身上 也临到我的身上 愿我们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 愿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朝见主面 都是与主相亲近 都是神贴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主 你让我们的生命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 你也让我们的日子 每一天 好像你所说的 我们的日子可以一天心四一天 主这是你全然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主 你赐给我们的日子 并不是我们倚靠自己 而能够存活的日子 而是让我们可以倚靠你 成为专靠耶和华的人 主 我们在世存活的日子 你就要使我们得福 你就要使我们在 我们所得为业的地方 得以长久居住 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 我们当我们在这世代 看到许多的乱象的时候 主 我们如何站立地稳 成为这世代的智慧聪明人 主 我们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 深深地知道我们当如何行 也求主你的话语 亲自来扎我们的心 你圣灵就与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也与孩子同在 让我们听的与讲的 都同蒙造就 同得到主你的浇灌 你的引导 你的提醒 就要引导以下的时间 帮助我们 让我们完全向你敞开 我们的心思意念 完全地注目在你的话语上 你的话语 就要使我们得着一切的智慧聪明 扯主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 这样祷告地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妹 今天分享这题目 其实也跟过年有关 每一年 年年都在过年 但是当一年过去的时候 不晓得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回顾以往 然后继续展望未来 前阵子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是洛梅林传道 一个专门负责青少年的一个传道人 他负责青少年的事工 当他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 也许他讲了很多东西 因为是概论 没有办法很深入 但是当他提到一些关键点的时候 我在里面不断地在反省 反省我们的青少年事工 反省中学牧区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也反省我在做什么 那时候就得到很大的冲击 我在想 哇塞我到底 待了这么多年的 牧养这么多年的中学牧区 待了这么久的 从撒摩团器到提摩泰团器 这一年一年的过去 那孩子们长大了 我们到底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孩子 我们是只停留在 有时候的确两方面都有 一方面是孩子有自己长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仅鼓励辅导们 我们要耐心地浇灌 然后等候神教他成长 但是我们是也要更积极地 去教导他们做一些事 毕竟在圣经里面 神要我们的事 我们要带出门徒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在这一群人的身上 带出什么样的影响力 有没有将神的话语 神的教导 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观 让他们在也许还小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的目标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也许我们现在看现在这个世代的孩子 普遍的现象是现在的大学生 可能像以前的国高中生 然后小社亲像以前的大学生 好像在思想上的成熟 或者在属灵方面的追求成长 好像那个属灵的生命是越来越慢长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辅导也会就降低了我们的标准 开始让他们 我们有一阵子的目标 真的是让他们来教会开心就好了 让他们来到教会 跟朋友在一起很快乐就好了 可是这样的状况似乎不能一直下去 有些孩子的确在国高中生的时候 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开始成长 也许长得没有像以前长辈们长得快 但是呢 这些种子会在他们心中萌养 而我们给他们的是什么 就会影响很大 所以就在反省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就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将我们从上帝所得来的 不是说我们多有智慧多有聪明 而是将神所教导我们 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凡我们所听见的 耶稣当他对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他说 凡我所吩咐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要使万民去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也领受这呼召的时候 从我们真的是一起来想 我们有没有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带出门徒 不是带出一群喜欢许多活动的人 不是带出一群没有目标的人 没有异象的人 是要带出一群属主的门徒 委身在主里面 知道如何为主而活的人 所以当这一年 新的一年开始 我就在平常的读经当中 看到生命记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心中也扎了我的心 让我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更深地去思想 到底我们传承了什么 在这个世代当中 不论是学生或者上班族 甚至妇女 也希望做家中才德的妇人 然后做那个妈妈也要成为那个最炫最酷 那个最美丽的妈妈 不论是学生上班族 父女或者是小孩 其实在每一个阶段 大家都想成为智慧聪明者 不仅是被羡慕的人 成为在团体当中 大家关注的焦点 大家会欣赏羡慕 看见哇这个人真是棒 成为当中的佼佼者 就连国家也是 在寻找许多国家的认同 在国家也盼望 看别人瞧得起我们国家 别人看我们国家 是觉得这国家真好 在我们所占的土地也是 但是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智慧聪明人 会不会我们寻求的 只是我们以为的智慧聪明 会不会我们所要的 我们所传承的 只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只是我们自己的喜悦 但是却不是神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 当世代交替的时候 例如前一阵子总统的选举 到底怎么样的传承才是重要的 当这世代好像 虽然有人说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当这世代我们对他有极大的盼望 并且相信神要复兴这世代的时候 当这世代在交替的时候 我们要传承什么 我们才会看到这一代的复兴 这一代神要使用 要复兴这一个世代 比过去的世代要做更大的事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 也许总统选举落幕的时候 有些人是失望的 会觉得这个世代没有兴起 到底有没有兴起一个 我所盼望的那个总统来执政 来掌权 但是其实总统选举 我个人是看得蛮淡的 因为我觉得不论选谁 不论谁当选 不论哪个党执政 绝对没有神掌权来得好 所以只要这一个人他能够认识神 只要这个人有得救的智慧 他当选我相信会很好 所以我们要继续为国家来守望 我相信不是谁 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最大影响力的人 但是神绝对可以 当我们看 最近可能婚伤喜庆都很多的时候 特别伤礼的时候 我会思想人生的问题 前一阵子我就在想 不是说我在咒诅我爸爸怎么样 我就在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爸妈 我爸妈过世的时候 到底那个 我每次都在揣摩 那个雇人略历要怎么写 然后我就在想 哇 我要赶快把握机会 好好问他们 你一生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好像没有这种 太多这种时候的交集谈话 所以很多时候 我对父母亲的生命的历程 某一阶段可能是空白的 然后在想 要把握时间 要把握时间 更多地来了解 更多地来亲近他们 那我就也在想 我自己呢 会不会 等我死的时候 那个我的后代 向云 会不会很难写出 妈妈是怎么样的人 很难写出我对她的影响是什么 我就永远记得 我非常喜欢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的 安息礼拜 那一次我从一个家庭的身上 一对姐妹的身上 看到他们如何地在送扬她们的母亲 她们母亲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彩 但是却留下生命的教育 却留下一个活着 该用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该用什么样的精神来待人处事 对她们姐妹影响极大 当她们提起她们母亲的时候 都是笑容满盈 虽然在安息礼拜 但是当她们想起母亲的时候 就想起那个乐观的态度 喜乐的脸孔 为她们祷告的神情 我盼望我留下来的是什么 当这个世代 我们要留下任何物质的东西 这些都会过去 科技会不断地进步 你今天留下了iPhone 想说这很赞 留给后代 后代一定有更好的科技的东西会兴起 很多事物会被淘汰掉 但是我们留下了什么 是我们人生的态度 是我们的价值观 是我们的活着 我们待人处事的精神 是一种生命的盼望吗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第一点当中 什么是在万民眼前看来会称赞说 这真是有智慧聪明啊 在圣经五到八节说得很清楚 他说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训词 这在世人眼前 人就会说 哇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 神在这里说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所以第一点我们来思想的是 当神颁布律法 当神将圣经 他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的时候 当神颁布律法 要人去遵行的时候 是要叫人怎么样呢 第一节 第一节他说 以色列人啊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好 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神 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为业 所以当神颁布律法 要人去遵行 是盼望人 因此在神所要 他们得为业 也就是他们当时是迦南地 神要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 能够在那里长久居住 可以存活 可以得福 所以当一些不相信神的人 背逆神的人 他们死在旷野 但是当这一群人 你们愿意谨守 遵行神一切的律法 神所吩咐的一切话 神颁布这些话 是为了这些人活得更好 所以神不要他们 与异族同婚 免得当与异族同婚的时候 会被他们的神所影响 会去敬拜偶像 那么生命并不会得到 神的祝福 所以当神颁布律法 要我们遵行的时候 祂是要我们在世 活得长久 并且得以享受神所给的一切的恩典 只要我们不偏离祂 并且看神是 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这有没有成为我们 那个人生的价值观的中心 除了神以外 我的好处真的是不在祂以外 愿意完全地照着神的话来做 第二个这一点我们所看到的是 真行神全备的律法 使我们显为有智慧聪明 也就是在第五六节那边所说的 在这个世上 特别在当时 万国其他的地方会羡慕这一个国家说 哇 这律法 你们所做的 你们所行的 哇 你们的律法制度 没有一个律法能够向神所颁布的 是这么样的完备 当我重新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哇 我就发现 神真的是想得非常的细友 任何人的生活会遇到的问题 任何的细节 甚至如何敬拜神 如何远离恶事 如何常常敬畏在神面前 上帝都把每一个条例 每个律例点这样 写得非常的细 都照顾到好多的层面 当他们这样愿意为神 照着神的话所行 而存活的时候 而活着的时候 别人看见会羡慕 哇 这一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啊 当我们愿意遵行听神的话 不仅是我们有智慧 还能够荣耀神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当他们这样子看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一国的人 哇 他们的生活 他们活出来的 也许是我们的生命 活出来的生命的喜乐 我们的笃定 我们知道的方向 我们选择的道路 我们做事的方法跟别人不同 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 跟一般的人不同 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真是聪明耶 你怎么知道要这样做 你怎么会这样选择 你怎么会这样子 选择原谅等等的 你怎么会这样做 你真是有智慧的人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们询问你的时候 就是你荣耀神的时候 所以当这些万国人看到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律法 是怎么样全备的时候 当他们称赞这一群人 真是有智慧聪明的时候 其实就是将荣耀送赞归给神了 这群以色列百姓 荣耀了神的名 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 我们要相信 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是全备的 我们每一件 我们人生当中的大小事 都可以来寻求神 并且这位神 在第七第八节这里所说的 他不仅仅是公义的主 他更是要与我们亲密的主 第八节说 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 所承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这么样的公平公义的律法 是神所颁布的 他不仅是公义的主 人照着他的准则来行事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就再也没有去往正直的人 就再没有被冤屈 被苦待的人 所以求神亲自来掌权 但这里不仅是第八节这样说 神有绝对公义的主权 第七节更是告诉我们说 他不仅仅是公义的主 他也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是与我们亲密的主 所以这位神 他离我们并不遥远 他并不是颁布了律法 颁布了一个公义 很严厉的好像当一个审判官一样 他却是一个愿意与我们亲密的主 当我们会呼求神的时候 他就同在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何等的有福 他们活在 神天天与他们同在 只要神同在的时候 帐幕面前就会有云柱 和火柱 让他们知道 神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愿意遵行神的话 更是时刻知道 这一位神 他不仅仅是要我们 在他的公义之下存活 他更是要我们 可以体会到 他是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也许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行 很困难 但是当我们愿意突破那困难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做 乃是神与我们同在 加天给我们力量 在当时的世代 他们很难去想象 包括现在还是很难想象 敬拜偶像的这些百姓 外邦人 很难想象 神如何与人亲密 在他们的神 对他们来说是恐惧的 是在他们面前站立 是战精的 但是我们的神 却是与我们亲密的主 敬拜偶像的人 他们不能了解这样子的亲密 他们不能了解 这是白白的恩典 他们不能了解 原来不用行善可以得救 不用靠自己虐待 苦待自己 或者去积功德才能得救 不用活在罪的捆绑跟瑕疵里面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神 宝血上 宝血的救赎所释放了 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凭自己做什么 但是当我们愿意与神亲近的时候 祂是与我们亲密的主 十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这边说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所以当我们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会与我们亲密 他就会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所以如何听见神的旨意 如何听见知道神的引导 如何听见神对我们说话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的人 我们要求告神 神与我们亲密 祂必将自己的约来指示我们 第二点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要谨慎殷勤保守我们的心 免得我们忘记亲眼所看见的事 在第九节上半段 在新领本这边 我打出来的是新领本的翻译 它说你只要自己谨慎 又要谨守你的心思 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 又免得这些事 在你永生之日 离开你的心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小心认真的持守 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神所给我们的一切 保守我们的心来胜过一切 我们的心如何活在神面前 是最重要的 他说免得我们忘记了亲眼所看见的事 当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这里告诉我们 有两点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 怎么样可以谨慎保守我们的心 可以小心认真的持守 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话语 怎么样保守我们一切的心呢 有两点我们可以做的 第一个是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及作为 神叫我们免得你忘了 所以第一个 消极面来说 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及作为 但积极面来说 怎么样会不忘记呢 这边说在我们永生之日 也就是你不仅是这个时刻不要忘记 是你活着的 直到永远 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你要持久的 时常的 数算神的恩典 时常来感恩 如果你很容易忘记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记下来 还有呢 跟别人说 记得我明天要做什么 你要提醒我 找人对不对 找人跟他说 不然就写下来 然后写下来还要记得去翻 对不对 我现在很容易忘记事情 我现在拿一样东西 我可以打开之后想 我要拿什么 然后再走到我刚刚的地方 然后走到的时候 想起来了 要做同样一样的动作才会想起来 然后再走回去之后 又只拿了一样 又少拿了东西 很容易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会多告诉一些人 我明天 告诉我先生 我明天要做什么 要提醒我 然后把事情记下来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忘记事情的时候 你会这样做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帮助我们 不忘记神的恩惠 其作为呢 如同刚刚所说的 告诉别人 怎么样我们会时常 数算神的恩典 时常感恩呢 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恩典越说越大 你会发现 哇 原来神给我的风 是这么样的丰富 如果我们跟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互动是 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是感谢神 赞美神 告诉他说 我今天应着神给我什么 我得着什么 当我们常常向人述说的时候 将神所坐在我们身上 我们亲眼所经历 亲眼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赶快去告诉人 他还会告诉别人 就继续传 哇 神的荣耀 就因此传出去了 他们也会帮你记得 有很多时候 我跟属灵同伴 一起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然后或者跟他分享 最近的一个难处 他们以前听过我分享的 就会说 可是你上次怎么样啊 所以这一次一定可以的 所以多告诉别人 这也就是我们要传福音 将我们所得着的恩惠 恩典 常常的向人述说 做见证 传福音 我们所得着的一切恩典 当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自己不会忘记 并且神所加给我们的恩典 会更大 或者你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可以投进哪里 全员 写下来 你就把它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把它写下来 把它记下来 我记得我们在建堂的时候 我们也出了一本见证集 我常常 我现在 我很容易忘记那个 我们到底 牧师就常会 牧师就记得很清楚 几瓶啊 那时候卖多少钱 然后经历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多少 我那个永远 要讲之前 一定要再看稿一次 我会忘记 但是当我看到 那样的见证集的时候 我会再度提醒 对 我就是领受这么多恩典的人 所以说神帮助我们 怎么样会不忘记 所以在圣经里面 神才要教导他们说 你们要尽心尽意 尽性地爱主的时候 你要把这一切 教导出去的时候 你要记在你的 刻在你的心板上 那个门框上也可以刻 细在你的 你的衣服的坠子 哇 这些都可以哦 为的是什么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是活在神恩典当中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及作为 当我读世事记第二章 第十节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节经文 让我读了非常的惊吓 那一节经文写什么 它说在约书亚死后 那一代的人也死后 就是那一代的人是什么 亲身经历 那个摩西岭 神如何使他们出埃及 然后进到迦南地 那一代的人亲眼看过 神迹奇事的这一代的人 都死了之后 另一代的人兴起 他们不认识神 也不知道神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而去侍奉别神 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很惊吓 我觉得 哇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 领受这么多的丰富之后 结果下一代的人兴起的时候 他们却成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因为不认识神 他们因为不知道神 过去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 所以他们转去侍奉别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就离开他们 任凭他们 只等到他们再来呼求神的时候 神就兴起事实 来拯救这个世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仅不忘记 更要积极地向人述说 并且 这一段经文更重要的是 传讲 让下一代的人 学习敬畏神 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当世代交替的时候 什么是最重要的 不是传下任何的物资 这些都会过去 而是我们是不是传讲了 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 我们是不是传讲 聆听神的话 使后代的人学习敬畏神 在第九节下半到第十节 我们可以来思想两件事 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 我们为什么要研经 为什么要查经 为什么要主日崇拜 要看神的话语 这是有目的的 第九节下半到第十节 这告诉我们两件事 使我们活着的时候 可以学习敬畏神 什么是敬畏神 带着敬爱 带着畏惧 去侍奉 去敬拜 这都是敬畏神 什么是敬畏神 对神的敬畏 不是害怕到想逃避 不是这一位神或这个人 让我们很害怕 我们想逃 反而是你会想要清静 这种对神的敬畏 用一个形容可以说是 像一个充满爱的孩子 或者是一个敬责的仆人的那一种害怕 会令害怕 祂的人有圣洁的渴望 也就是这个充满爱的孩子 我们因着神的慈爱而敬爱他 但就因着神的公义 而产生畏惧 但我们像这个充满爱的孩子一样 我们是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 但我们也同时知道 神有公义的典章 要我们遵循他的话而活 所以对神的敬畏 是像一个充满爱的孩子 或者是敬责的仆人 他们都是在恩典之下的 但是他们知道 他们所敬畏的这一位神 在那里 他们所做的 令他们有一个圣洁的渴望 要讨他的喜悦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 想要做就是成圣 我们要有没有圣洁的渴望 要讨神的喜悦 因此我们会怎么样 转离罪 我们会转离神所不喜悦的事 把那些神看为恶的事 离开我们 我们会转离罪 我们会想要过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包含什么 你的穿着 你的说话 你花钱的态度 你花钱用在哪里 你如何管理运用你的时间 你去的地方 你做的 从事的兴趣 你做的 你的喜好 你所读的书 你所交的朋友 这些会显现我们 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 如果我们愿意成为 一个敬畏主的人 使我们活着的时候 可以学习敬畏神 我们对神不仅有 在祂慈爱之下的敬爱 也有在祂公义之下的畏惧 所以我们会有圣洁的渴望 要讨祂的喜悦 所以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我刚刚所说的 这些生活各个点上 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说话 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花钱的方式 我们运用时间的方式 这些都是在看 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是不是过一个 圣洁的生活 所以告诉我们 刚刚我说 我们回去 重新再来看摩西五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教导得非常的细 就是不要人离开祂的面 就是要人得享更多的福分 所以当我们 刚刚思想那些点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活 圣经里面都有说 所以第二点 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是 我们要教训下一代这样行 要传承下一代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 与家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许多的活动 在这世代有太多的孩子 每天赶着很多的才艺活动 也许爸妈还有陪着去看 在外面看她学跳舞 或者看她弹钢琴什么的 有陪着去 但是仍旧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是 如同我刚刚在思想 如何再继续地影响下一代 如何带中学木区的时候 想的是给他们 有什么样生活的价值观 生命的价值观 有什么样是神的话 我还没有传讲出去 还没有教下去的 不是用许多的活动来充满他们 不是用许多的才艺活动来充满孩子的世界 但是却没有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 将你所得的传承下去 所以更重要的是 不要用活动来取代亲子的关系 不要用各样的活动来填满你所牧养的人 活动最终都会过去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将你生活的经验 你所得到神的恩典 你所累积的知识 你所走过的路分享出去 当我们传承这些的时候 可以使他们先站在比我们 不要少走一些冤枉路 站在一个比我们更高的位置 再往上成长 这一代的复兴才会看见 所以不要用太多的活动来充满在这个世代当中 不要充满在你与人的关系当中 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谈心 有没有真实的交道 有没有真实的传承 让你的生命是一个好像有种子的人 不断地去撒种 不断地播种 愿意花时间 愿意投资在人的身上 愿意将你所得的不要自己长思 觉得我会这个 我自己有就好了 不是 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更多 所以当我们愿意分享出去 把我们的经验 把我们所得到的神的恩典 把我们所得到的经验 知识 智慧的累积 我们所走过的路分享出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一句话会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改变 我们一席地谈话 我们愿意花的时间 会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改变 不要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那一个把财干 把恩赐 藏在地里的那个仆人一样 到主再来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得着 他藏起来了 他把神所给他的一切藏起来了 没有去分享 没有去教导 没有去传承 他所得到的反而更少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快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真正智慧聪明的传承 是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是把神的话语 是把神教导我们如何在世 活着的一切 神的话语传讲下去 把我们生命所累积的这一切恩典 分享出去 让我们自己期许自己 可以成为属灵的牧羊人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盼望在今年 你专心地带一个人成为门徒 不是只有让他高兴来教会 不是只有带他信主 而是让他成为门徒 门徒才能再去带门徒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怎么样享受神与我们同在 永远得福 在世长久的日子 神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多 就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就要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容易忘记你恩典的人 主帮助我们时常来数算你的恩典 时常来纪念 并且述说 向人传达 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 主要让我们不仅是活在你的公义之下 也活在你的慈爱之下 主要让我们敬畏你 晓得如何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 来侍奉你 来敬拜你 主要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在教会的基督徒 不是在这里成为你所喜爱的羊 主更是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进到我们各个岗位的职场的时候 主要我们是不是就将你所传承给我们的 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话语 就传给我们四为的人 好 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可以遇见你 好 让他们的生命经验 是透过我们这个人累积起来 主要让他们生命得以成长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别人的成长 就是我们的喜乐 看见别人领受恩典 就是我们的喜乐 主要帮助我们 使我们愿意尾身在你面前 成为属灵的牧羊人 去牧羊你的羊 去带领人信主 去带领人成为门徒 而这样的门徒要继续为主发光 继续带领门徒 就我们看到你的神国度 就要扩张了 谢谢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圣明 阿们 奉献回应的时间 加美传阳诗运师班 要带来一首歌 生命的感动与祝福 让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 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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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来回应 门徒来回应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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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应 我们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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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祝 祝福 却既既既能 愿泪也为一家 同行敬拜圣地 赞美所为一体 不知圣地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我们相信我们生在祢手中 我们不但要在祢面前生命的更新 我们不但要在祢面前更多更多的认识 主祢所使给我们的生命的律例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 我们可以提醒自己 一生都在主祢的道路当中 主耶稣也帮助我们 也更加提醒我们 不是只有我们 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子孙 我们世世代代 都要在主祢的恩典跟喜乐当中 也让我们在这样的道路里面 保得神祢给我们生命永远的福乐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你要复兴的是我们 跟我们这世代 跟这世代到下一个世代 主耶稣引导我们在祢面前 在祢的道路里面 成为祢宝贵的见证人 直到永远 这是我们的感恩 因为我主耶稣祂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变圣灵的感动 参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在祢面前 常得主祢在生命当中 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 让我们得到的医治 是永远的强盛 身心灵都在祢面前是活泼的 也让我们看到国度荣耀盼望 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永远没有跌倒 也永远没有困倦 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是利善加利 恩善加恩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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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